接下来我想跟那些爱吃自助餐的朋友们说一声 你们可得注意了 您吃的那些东西是干净新鲜的吗 最近金华时报的记者暗访北京一家金汉斯自助餐馆 之后发现这家店的食品卫生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记者发现这家店内一盆水可以洗数百套的碗筷 抹布擦完玻璃直接就拿来擦披萨盘 而且餐具并不消毒 后厨当中唯一的一台消毒柜里头 存放的是员工自用的消毒餐具 这还不算什么呢 食物上的内幕更是让人心惊肉跳呀 要是一旦发现烤肉变味了 这厨师就会提醒大家猛加料 说这样的话客人就吃不出来了 还有过期的奶酪仍然在继续使用 吃剩的甜点会在第二天继续放回餐桌 烂香蕉被制成了披萨 给厨师配备的一次性塑料手套几乎就没有人戴 虽然说这个曝光的店是在北京 但其实这个警钟是敲给整个饮食行业的呀 我们的好朋友蔡国庆首席 他说这个菜品可以加猛料 但是人的良心绝对不能加猛料 微商之本在于诚信经营 失去诚信是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 我们继续来听 食品变质不可怕 可怕的是商家的良心和食品都变质 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还有一位老朋友安广路 他说为什么发现问题的又是记者呢 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呀 对呀 民以食为天 每一个餐馆给顾客们端上的每一盘菜 装的都是店家的良心的 这个人知道你再看了嘛 我们的缘 Medicaid restrictions